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议24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下届政协委员名单 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 仅汪洋一人在名单内 消息称 主持会议的现任政协主席于郑升在会议上说 汪洋是接任政协主席何事人选 说明汪洋去向已定 只待3月两会公布 中共第12届全国政协常委会22至2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新任的第13届政协委员名单 名单中共有2158人 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 汪洋是唯一当选的政协委员 按惯例将出任政协主席 香港电台报道称 有领导人表示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将会于3月 接替于郑升担任下届政协主席 香港NOW新闻则称 主持会议的现任政协主席于郑升 在常委会议上说 汪洋是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何事人选 中共19大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 汪洋排名第4 与于郑升在18届中央政治局的排名相同 按照中共惯例 排名第4的常委汪洋 本应该出任中共政协主席 排名第7的韩正应该出任中共常务副总理 但去年12月5日 韩正首次以常委的身份 单独现身在北京举行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成立70周年大会开幕式 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辞 去年12月6日 韩正还跟随习近平 李克强 于郑升等高层 在中南海出席了党外人员座谈会 而汪洋未出席 由于民间 台盟 党外人员 都是中共所说的民主党派 及党外人员 都是中共政协主席管辖的范围 韩正连续出席两次相关会议 一度引发外界的猜测 中共是否会打破惯例 汪洋将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而排名最伟的江派常委 韩正将主长政协 不过 2017年12月22日 汪洋在北京参加 第十次中国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 并讲话 当时就有猜测认为 汪洋未来仍然将接任政协主席一职 2018年1月16日 中共统战部长会议期间 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被视为提前着手政协工作 说明其职位已经底定 明年3月的中共两会后 正式担任中共政协主席 中共中纪委网站1月3日消息称 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涉嫌严重违纪 目前正接受审查 官方未提及冯新柱因何事被查 之前 赵乐际的大秘为民州被迅速查处 这次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关系密切的冯新柱 又成为2018年首虎 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今年57岁的冯新柱是陕西本土官员 历任陕西省农店管理局财务处处长 陕西省农店管理局副局长 2001年6月起先后任同川市副市长 常务副市长 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 市长 2011年1月任中共同川市委书记 2015年4月任陕西省副省长 值得关注的是 冯新柱与现任常委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仕图有交集 赵乐际2007年3月至2012年11月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 冯新柱一直在同川任职 并在2011年1月被提拔为同川市委书记 18大后赵乐际进入政治局 任中组部长 主导副省部级人士任免 期间 冯新柱2015年4月升任陕西省副省长 公开报道显示 赵乐际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 曾多次到同川考察调研 冯新柱均一路陪同 2011年9月27日同川市人大官网曾以标题 常委会机关召开学习赵乐际 冯新柱同志署名文章大会发表报道 2012年中国经营报发表报道 至闪五年 赵乐际之下大家当 报道称 保障房建设是赵乐际主政陕西的主要政绩 2011年国家分配给陕西省保障房建设总数达47.43万套 该省全年新开工建设48.13万套 达到目标任务的107% 竣工20.1万套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报道特别提到 同川市保障房建设进度是全陕西省第一位 时任同川市委书记冯新柱介绍 2011年该市共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3.4万套 超过省上下达任务30.8% 冯新柱说 我们通过建设保障房 争取到了中央和省级各类资金多达4.87亿元 这笔钱 相当于中央和陕西省无偿拨付给同川的 既不付利息 也不还本金 显然 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陕西省还专门奖励给同川市5000万元以资鼓励 冯新柱长期在同川任时 其落马是否与同川的房地产腐败有关 值得关注 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关系密切的冯新柱 成为2018年守护 颇令人意外 之前 赵乐际的大秘 魏民州被迅速查处 就引发外界关注 19大前夕敏感期 2017年5月22日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魏民州落马 随后三个月内 迅速被刷开 移送司法 立案审查 逮捕 查处速度远超其他落马的省部级官员 赵乐际2007年任陕西省委书记后 将魏民州提拔为省委秘书长 赵乐际于2012年调声中组部长基深政治局 魏民州也于当年离任秘书长 改任西安市委书记 魏民州任赵乐际大秘长达5年 12月20日 总部社在北京 被认为是亲习党媒的多维新闻网 发表首页标题为 赵乐际员大秘贪腐细节曝光 宋令计划妻子名贵字画的报道 12月25日 与其阵营关系密切的财新周刊发表 魏民州西安陈福录 披露为民州如何贪腐时任中共中办主任令计划的细节 赵乐际主政陕西之前 曾长期在曾庆红石油帮窝点青海省任职 时任青海省省长的赵乐际与苏荣 毛小兵 将邪敏这三名已落马的省部级或复国级高官仕途上有密切交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十八大长 黑马入局 出任中组部部长 十九大长又黑马入常 并卸替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 大出外界预料 相关内幕目前还不得而知 过去五年 王岐山在大力打虎的同时 多番调整中央与地方纪委系统人士 并清楚前朝留下的纪委内鬼 从新一届中纪委委员会名单也可发现 习近平 王岐山已打造一支纪检系统亲信队伍 中纪委监察部机关内设十二个纪检监察室 其职责包括负责查办联系单位中管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等 其中 就是负责联系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2017年 中纪委第九纪检监察室主任两次换人 十九大前后 习近平 王岐山的纪检系统亲信人马 不断发力 与赵乐际关系密切的陕西高官魏民州 与冯新柱相继落马 亲戚阵营媒体接连其底魏民州 并点名其与赵乐际的关系 这些迹象突显中南海政局与打虎局势诡异 赵乐际政治背景到底如何 以黑马指资入局 入常 并先后任中组部长 中纪委书记两大要职 赵乐际是否会真正贯彻习近平的打虎要求 十九大之后的反腐行动走向何方 赵乐际的政治命运将会如何 这些疑问只能随着政局发展 慢慢窥其端倪 近日 中共召开政法会议 习近平并未参加 中共政法委书记郭申坤传达习近平讲话 外界认为 习近平罕见缺席政法会议 形同于郭申坤被打脸 有可能习近平再次对政法系动手 清理江派官员 1月22日 陆媒财新网消息称 当天 中共政法会议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政法委书记郭申坤 在会上传达习近平讲话 中共央视新闻画面显示 习近平并未出席此次中共政法会议 政法系向来被视为中共的刀霸刺 对中共来说这么重要的会议 习近平却未出席 实属罕见 现年64岁的郭申坤 曾主政广期长达5年 于2012年12月出任公安部党委书记 部长 去年10月25日成为 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并于去年10月开始解体孟建柱 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 被视为名声案将 据多家媒体披露 郭申坤和江派二号人物曾庆红 是江西同乡和远亲 郭申坤妻子的奶奶 是曾庆红母亲邓六金的亲妹妹 郭申坤被认为是曾庆红 安插在习近平身边的一枚重要棋子 据称 郭申坤截替孟建柱出任公安部长时 曾庆红在背后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据报道 中共政法委 是中共党委派驻监督公检法机构 本是中共在1980年才成立的一个政法单位 到了1988年 这个机构已经不复存在 1989年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踏着六四学生的鲜血上台后 中共政法委也于1990年被恢复 1999年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 在罗干 周永康相继掌控下 中共政法委成为中共的第二个权力中心 去年 时政评论人士华坡在接受 《希望之声》电台的采访时表示 周永康事件后 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权力和作用 削弱不少 政法委书记不入场 也不接触具体案件 政法委只是一个协调机构了 郭升坤接政法委书记 远没有公安部长权力大 去年中共十九大开幕首日 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提出 要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 以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 习近平强调 要审化司法改革 树立宪法法律制装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等等 当时 海外时政观察人士唐靖元指出 过去政法委凌驾于公安 检查和法院之上 把整个司法系统变异为某派系 和利益集团手中以权牟利的利润 同时也成为中国司法系统 黑恶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习近平上述言论 很多内容几乎就是指着 中共政法委系统在开枪 如今习近平要新增一个 依法治国小组 实际上就是再次动用了 小组治国这个软性夺权的手段 目的应该就是要夺回 原先被政法委把控的司法体系 大纪元时政评论人士陈思敏曾指出 十九大落幕不久 一遭多轮清洗的政法系统 仍紧接调整高层 说明其中问题还很多 后续不排除仍有大变动 姑且不论政法委会否在郭申坤任上被取消 其目前外墙中单的实质 无疑是虽存油费的状态 近日 万达集团在哈尔滨举行30周年年会 董事长王健林在会上几次抹泪 他说 在经历一系列重创之后 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 是大连万达集团的多事之秋 据悉 1月20日 万达集团在哈尔滨举行2017年年会 也是万达成立30周年年会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在大合唱时 眼角湿润热泪盈眶 几次抹泪 随后 王健林在台上发言时 含着眼泪坦诚 他是一个极少流泪的人 他还讲到 过去的2017年 是万达的多事之秋 也是万达集团历史上最难忘的一年 据悉 在一年前 万达集团在合肥举办2016年年会时 王健林不仅做了万达集团全年的总结 还献出了自己的歌声 他用四首歌曲讲了一个故事 朋友千万不要等待 要抓紧制定小目标 才能夫妻双双把家还 否则你注定一无所有 然而 王健林的第四首歌曲 在2017年差一点全部应验 正如此次年会王健林所说 过去的2017年 是万达的多事之秋 2017年6月中旬 银监会要求各家银行排查 包括万达 海航 复兴 浙江罗森内里在内的几家海外投资 活跃的民营企业的受信及风险 引发万达集团的债券和股票暴跌 中共发改为表态继续关注对外投资风险 特别点名房地产 酒店 银城 娱乐业 体育俱乐部等领域 而上述领域正属万达经营范围 万达已经营房地产起家 但其董事长王健林在今年1月份曾说 万达将每年固定投资50亿至100亿美元 重点是娱乐和体育产业 投资首选美国 其次是欧洲 同年7月10日 万达以631.7亿元人民币 把13个万达城 70多家酒店打包出售 并把万达广场和长白山度假区抛售 在万达出售资产后 市场传出消息 银监会向各大银行发出通知 万达的6项海外并购交易 属于大陆目前对外投资严格管控的领域 要求银行暂停对万达的海外项目发放贷款 同日 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万达商业和万达香港的评级 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单 并警告万达可能会被进一步下调评级 针对万达事件 经济学家夏业良分析 万达这几年是有计划的在向海外转移资产 把国内的资产变向向海外转移 而政府担心万达向海外转移资本的后续效应 会有其他企业模仿进而形成大规模的资本外逃 所以要首先控制万达 夏业良说 即使很多大型企业都想把资金转移至海外 只是表面不敢公开说 这也是中共最担心的事情 预计还会有更严的资本管制措施 汪洋排名第四 与于政生在18届中央政治局的排名相同 按照中共惯例 排名第四的常委汪洋本应该出任中共政协主席 排名第七的韩正应该出任中共常务副总理 但去年12月5日 韩正首次以常委的身份 单独现身在北京举行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成立70周年大会开幕式并代表中共中央致辞 去年12月6日 韩正还跟随习近平 李克强 于政生等高层 在中南海出席了党外人员座谈会 而汪洋未出席 由于民间 排盟 党外人员 都是中共所说的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员 都是中共政协主席管辖的范围 韩正连续出席两次相关会议 一度引发外界的猜测 中共是否会打破惯例 汪洋将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而排名最伪的江派常委韩正将主长政协 不过 2017年12月22日 汪洋在北京 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会议24日闭幕 会议通过了下届政协委员名单 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 仅汪洋一人在名单内 消息称 主持会议的现任政协主席于政生在会议上说 汪洋是接任政协主席和事人选 说明汪洋去向已定 只待3月两会公布 中共第12届全国政协常委会22-24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通过了新任的第13届政协委员名单 名单中共有2158人 中共政治局7名常委中 汪洋是唯一当选的政协委员 按惯例将出任政协主席 香港电台报道称 有领导人表示 中共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将会于3月 接替于政生担任下届政协主席 香港那欧新闻则称 主持会议的现任政协主席于政生 在常委会议上说 汪洋是接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合适人选 中共十九大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中 建设是赵乐济主政陕西的主要政绩 2011年国家分配给陕西省保障房建设总数达47.43万套 该省全年新开工建设48.13万套 达到目标任务的107% 竣工20.1万套 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各项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 报道特别提到 同川市保障房建设进度是全陕西省第一位 时任同川市委书记冯金柱介绍 2011年该市公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3.4万套 超过省上下达任务30.8% 冯新柱说 我们通过建设保障房 争取到了中央和省级各类资金多达4.87亿元 这笔钱 相当于中央和陕西省无偿拨付给同川的 既不付利息 也不还本金 显然 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 陕西省还专门奖励给同川市5000万元以资鼓励 冯新柱长期在同川任时 其参加第十次中国全国台湾同胞代表会议并讲话 当时就有猜测认为 汪洋未来仍然将接任政协主席一职 2018年1月16日 中共统战部长会议期间 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被视为提前着手政协工作 说明其职位已经底定 明年3月的中共两会后 正式担任中共政协主席 中共中纪委网站 1月3日消息称 陕西省副省长冯新柱涉嫌严重违绩 目前正接受审查 官方未提及冯新柱因何事被查 之前 赵乐际的大秘魏民州被迅速查处 这次与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关系密切的冯新柱 又成为2018年首虎 更加引发外界关注 今年57岁的冯新柱是陕西本土官员 历任陕西省农店管理局财务处处长 陕西省农店管理局副局长 2001年6月起先后任同川市副市长 常务副市长 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 市长 2011年1月任中共同川市委书记 2015年4月任陕西省副省长 值得关注的是 冯金柱与现任常委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仕图有交集 赵乐际2007年3月至2012年11月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 冯金柱一直在同川任职 并在2011年1月被提拔为同川市委书记 18大后赵乐际进入政治局任中组部长 主导副省部级人士任免期间 冯金柱2015年4月升任陕西省副省长 公开报道显示 赵乐际任陕西省委书记期间 曾多次到同川考察调研 冯金柱均一路陪同 2011年9月27日 同川市人大官网曾以标题 常委会机关召开学习赵乐际 冯金柱同志署名文章大会 发表报道 2012年中国经营报发表报道 至闪五年 赵乐际之下大家当 报道称 保障防止